说的吧 我回来了 上次那个铁傀儡 是我三舅奶奶二姨家的小宠物 对吧 咱们多少都要给点面子 这天都黑了 但是咱们有魔法杖 直接落天睡就行了 带上床 咱们去找个矿洞 这边有个岩浆池 让我们制作石稿直接下下挖 这边有铁 快搞一下 制成铁块准备交易 先把铁烧一下 等待的时间我们先吃一些面包 那个煤炭再搞亮厨头 比备不时之需 合成铁块 让我们来看看 这次能交易到什么 怎么有反应呢 这个应该和泥土块一样 需要和铁矿石进行交易 我们再找一个铁矿石一下 这边有小白干扰 咱们清理一下 来了 兄弟们 别扎眼 兄弟们 节目效果 这下我认真了 这个里面是个弓箭 弓箭上面的是什么 铁针 哇 这个苦力怕是直接送我回家吗 好了 兄弟们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算是回到地面了 正好天也是黑的 我们找蜘蛛搞一些线 这边怪物太多了 我们用法杖搭一天空地 然后制作工 三个木棍 三条线 让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还真是铁针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从天而降的铁针 这谁能顶得住啊 咱们先睡一觉 这么大的太阳 我看你是想晒死我呀 试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苦力怕 苦力怕 我扔你炸我 怎么没砸中啊 这边有羊 再试一下 上面有方块遮挡 无法直接砸中目标 我扔你帮我扔你